花蓮縣私立四圍高中棒球隊 这次参加110学年度全国高中软式棒球联赛 以12比0的大幅差距 提前在四局玩风彰化高中 勇夺冠军 创下学校以及花蓮縣在全国高中软式棒球比赛的记录 而球员们在16号中午光荣返校 就受到师生以及家长还有车站旅客的热烈欢迎 四位高中棒球队举着笑旗 从火车月台列队走向广场 受到师生家长及旅客的热情欢迎 因为他们则是在110学年度全国高中软式棒球联赛中 以12比0的大幅落差 提前在四局玩风彰化高中勇夺冠军 我们成功把冠军留在花蓮縣 非常的辛苦和有赛伤这样 然后真的很累 但是拼到冠军值得 这是四位高中棒球队创队以来 的首座冠军奖杯 也开创学校棒球历史以来的最佳记录 而在冠军赛中拿下MVP的林玉成 与最佳投手高承恩两人 都是从华人国中毕业 以第一志愿选择就读四位高中 就是到四位高中可以读书也可以打球 就可以兼顾到 就是心情很兴奋啊 因为高一而已 就是家人愿意给我这个机会 让我去担任冠军赛球化投手 其实自己有把握住机会 没有让教练失望 在教练群中有个人球衣里头穿着的是整套军便服 他就是主任教官陈建胜 因为过去就读体育相关科系 也热爱棒球 因此都会主动照顾球员 并长期义务性指导球队 这次同学可以拿下好成绩也满是感动 我们成立这个棒球队开始努力 不被外界给看好 但是这些孩子很努力 默默的耕耘 尤其是我们的杨教练 还有我们的余教练 在两个协助带领之下 这一次能够夺下全国制霸 我相信未来他能够也在课业上 以及技能上将这些棒球场的态度 带到他们所学 真的也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也是一个很励志的过程 这些全部的球员 就是大家发挥我们视为最有荣誉 能吃苦的这样一个精神 我们未来在这整个棒球队 我们的董事会跟学校的行政单位 已经会来全力支持 虽然不是棒球明星学校 但是为高中的同学们 就由不服输肯吃苦的精神 在每场赛事中展现硬抵实力 也欢迎对棒球有兴趣的国三毕业生 能够进入视为 将棒球队的热血延续下去 记者徐立芹华联士报导